63岁刘晓庆晋兆,似婚老公隐藏了整整五年,What is Katie's Head of Town? 现在娱乐圈中大红大紫的女星大部分都是有颜值,没演技,虽然现在大红大紫,但随着年龄的增大,再加上年轻的出现,她们都会沦为路人甲。 但娱乐圈中还是有一些演技,美貌极一身的女星,比如大美女江山、蒋星、朱涛等等,她们虽然没杨幂、杨颖那样大红大紫,但她们的演技却一直是被观众认可的。 而今天说的这位女星,她可以说是一个传奇,年轻时比杨颖还漂亮,现在63岁的她与站在一起也丝毫不落入下风,而她的演技可以说在娱乐圈中所有的女星当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,她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人。 说到刘晓庆,我想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她演的武则天吧,她至今出演过几个版本的武则天,半部不都是经典,不管是美貌还是演技都可以说是前五古人,至今后舞来者,她不仅把武则天的那种霸气演出来了,而且还把武则天那种隐忍刻画的入目三分。 虽然武则天这个角色,很多人都出演过,比如我们熟悉的范冰冰,但范冰冰却空有美貌,一点都没有演出武则天身上的灵魂霸气,而刘晓庆却把她演出了魂,所以刘晓庆也被称为是至今最经典的武则天。 刘晓庆在演艺圈这条路可谓是走得顺风顺水,但在其他方面,刘晓庆也碰到过很多困难,比如感情方面。 刘晓庆也是一个传奇,至今结过四次婚,老公是一个比一个有钱,现任老公是一位比他大13岁的大富豪,名叫王晓裕,王晓裕一直都是刘晓庆的影迷。 后两人在一次聚会上巷时,2013年两人在国外举行了婚礼,结婚后四婚,老公王晓裕被刘晓庆隐藏了整整五年。 如今63岁的刘晓庆,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出演过影视剧了,虽然没作品出现,但她的新闻却丝毫不少,一个经常被人提起的就是不老女圣,63岁的人了看上去像30岁出头的少女,可见刘晓庆保养的有多好。 但唯一有点遗憾的是,普通人63岁已经当奶奶了,而刘晓庆结过四次婚,却从未有过小孩,这也是刘晓庆一生的痛,最后祝福她。